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门所有图片 全部来自网络 感谢原作者 不侵犯您的权利 请编细本号作者删除 图片与内容无关 请勿对号入座 唐代的时候 随着社会上出现高度的物质文明 可以说各类宗教也得到了旋盟的发展 看您大唐朝义 黎民百姓 接受最广的 认知度最高的宗教 还是道教和佛教 换句话来说 想要在岛佛双雄盘剧的地盘分一杯羹 那可不是好干的果 不是猛弄不过江 景教也有舌赛不利监指示 阿罗本经过他的游说 唐中宗理师民认为景教不错 便同意以阿罗本为首的景教门人 在长江和洛阳建庙传教 小编长话短说 景教在大唐开始生根发芽 还没等枝叶繁茂 第一个沉重打击就劈雷般落了下来 当时的宗道两教一起对景教发难 他们联合上书 请武则天下制取消景教 若论实地 景教真的无法和宗道两教抗衡 可是有一样 景教有钱 不管什么朝代 有钱人都不是好惹的 景教为了生存 便兵出奇招 干了两件令武则天大悦之事 一件事事 入乡随俗 让景教的高人阿罗汉将景教教以佛化 第二件事 群策群力 集资筹款 所募的钱财 准备为武则天 在洛阳修一座功德塔 唐时行两经志 长安和洛阳都是唐朝的国都 五周时期 武则天长期居住在洛阳 并改洛阳为神都修建功德塔 歌颂武周的治理天下的工具 这个建议被武则天欣然接受 可是造砖塔太普通 造木塔 不久之前又有通天浮屠 天堂被大火焚毁的先例 武则天的意思是 塔可以造 但要建一座金属塔 十个月的时间 用25万公斤铜 165万公斤铁的金属塔 就被铸造成功了 并高高耸立在洛阳的皇城之前 接下来 小编需要说一下这座金属塔究竟长什么模样 因为没有照片 如果不说一下 很多读者都会陷到云里雾里 新唐书中记载 其至弱柱 度高一百五尺 把面 面别五尺 也铁向山为之指 赴以铜龙 石蚕怪兽还之 柱颠未云盖 出大珠 高杖 为三只 坐四胶 度杖二尺 以成珠 其指山周百几十尺 度二杖 无律用铜铁二百万斤 乃其落群尘 凡求明是其上 上面的话如果通俗一下就是 塔基位铁山 铜塔位柱状八面体 高三十一点零六米 直径位三点五五米 中部的塔身上 环绕着微风凛凛的铜龙 柱顶上 放着一个腾云成鹿大铜盘 铜盘上面有四条捧着火珠的铜龙 武则天瞧着这座歌颂自己正记的铜塔 不由得心花怒放 当即欣然提笔 将其命名为大铸万国颂得天书 接下来就到了本文的关键之处 设作铜塔 除了歌颂武则天之外 还有什么作用 当然有 武则天命警教人士为自己制作铜塔 并起名为天书 至少暗藏着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 晋书天文志中这样写道 北斗七星第一星约天书 二约玄 天书是北斗七星斗身第一星 武则天将铜塔以天书为名 意思就是皇权永固 第二个意思是 在真九学上 天书学可治疗便秘 复杖 长麻痹 武则天虽然当了女皇 可是李唐宗是成员 还是实时不忘对他彻肘 武则天是不是以他当真 赐入天书学 让武则天的政治体制变得舒畅 让自己的战令得以同行 后来 警教在武宗灭佛的运动中 开始一蹶不振 而大铸万国颂得天书的结局也不是很好 在资质通鉴中记载 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二年 悔天书 发将荣齐铜铁 立月不尽 这帮小皇帝在武则天当政时 屁都不敢放 武则天一走撬了辫子 他们下手编诗 真是又狠又毒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id route 谢谢 Hindison полов